七明年假 吉吉吉 墾丁夜市 花蓮東大門 七三老街 全台不少景點爆人潮 引發專家質疑 成為疫情破口 指揮中心上午加開記者會 緊急宣布防疫新措施 陽性上班跟異地上班的規劃 然後第二個 在這段時間有外出旅遊 到人潮擁擠者 第一個我們請要自主健康管理 那有症狀者 我們希望他不可以上班上學 經由旅遊史症狀 最好不要上班上課 必須通報裁檢 但人潮擁擠 沒有明確定義 靠民眾自己判斷 企業怎麼給薪 假能怎麼請 指揮中心給出大方向 我們還是希望就是說 能夠停留在家裡 那未來怎麼樣去補班或怎麼樣 那可以再來做一些相關的討論 但是我還強調說 有旅遊史有症狀 那你要在家裡休息的 那這個不能在勞動條件上 給予任何的改變 或薪水給薪等等 這都不行的 緊急在連假結束後 第一天上班日宣布新措施 想要守住防線 就是因為連假出遊人潮 讓指揮中心很緊張 專家這樣看未來疫情變化 我們的本土個案 不要超過我們的境外 境外一路個案 12%以上 我們可以疫情 它不太可能會產生第二波的流行 雖然台灣還在安全值範圍內 但親民連假後 是否引發大規模群聚感染 要看未來兩週發展 隨著疫情越來越緊繃 連假結束才宣布新制 引發外界質疑會不會太慢 我們時間開始都不嫌晚 那有必要 我們就必須要做 只要我們認為有必要 那什麼時候都要開始做 防疫措施不斷升級 要守住防線 不過下一波 五一勞動節是否取消連假 陳時中回應 一切就看接下來的疫情變化 接著潘嘉義李玉涵台的報導